嗨 大家好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过去的历史跟现在在写的历史 从过去一百多年前来看现在的历史 会发觉到有一件事没有改变 那个就叫大思小 强凌弱 永远是那些军事强的国家 科技强的国家 经济强的国家 去吃小的国家 凌弱弱小的国家 大家会觉得说这好像是物尽天责 其实不对 这是代表人性的贪婪 人性的傲慢和偏见 前几天在电视上看了有一个朋友 传给我在美国 一个黄种人 华人 被一个白种人欺负的画面 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其实歧视怎么会不存在 虽然在美国种族歧视是犯法的 可是种族歧视是存在的 如果各位经常到欧美去 你会发觉到种族歧视本来就存在 如果再推回到历史 看一次大战 看二次大战 看八国联军 看现在世界的局势 不是都是强国大国说了算吗 不是都是强国大国的利益为优先吗 这些强国大国靠着科技的进步 主宰了国防和经济 更进一步要主宰文化 用这些科技上竞争的优势 让所有的人 必须要臣服于他 他先发明了科技 这个科技里面定的标准 就是全世界未来的标准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标准跟规格去做 所以你要付很多的钱 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讲说 他有投资嘛 他有那些专业嘛 所以应该要给他一些价值 没错 可是不值得那么高的价值 或许有些人会跟我在这边唱反调说 哲学你讲的话太狂妄了 为什么不值得那个价值 一架战斗机要卖多少钱 一颗飞弹要卖多少钱 一个好的软体要卖多少钱 一个芯片要卖多少钱 有许多的发明出来之后 有许多人就发了很多的钱 然后当他控制了这些硬体跟软体之后呢 他就可以赚取暴利 那么有些国家甚至利用这些科技 去侵略别的国家的经济 我们看到太多的历史 的确是如此 一个好的软体发明出来之后 他就可以赚上亿几十亿百亿的钱 许多的国家强盛之后 抢夺资源 石油 矿产 市场 货币 军事 都可以卖钱 都可以卖大钱 弱小的国家呢 被歧视成落后的 落伍的 所以我们从 其实从清朝一直看到一次大战 看到二次大战 你看过来 所谓的轴心国 不就是平靠拳头大吗 军事力量强吗 为所欲为的侵略别的国家 杀人无数 让大家陷入那种地狱的生活里面 这是对的吗 我常常讲 其实这个全世界 握有权力的人 尤其握有政治权力的人 最值得反省跟检讨 尤其加上 现在所谓的民主 选举出来的人 都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 天下第一 高傲 傲慢 去欺负别人 过去国民党来到台湾 大家会说 国民党专制 还有戒严 没错 但是如果比较一下民进党 国民党是从专制走向民主 但是民进党是从民主走向专制 国民党过去有戒严 没错 有报警 选举也没有那么样的普遍 可是国民党都开放了 今天的民进党 反而走向了专制 可以控制媒体 可以控制舆论 可以控制司法 我请教大家 今天 你讲话不小心 会不会被网络霸凌 今天的媒体 敢像过去那段时间 那么样直言无讳吗 你可以 真正像民主国家一样的 媒体跟人民可以自由地去批评政府吗 设委法马上就会找到你 所以我在讲 如果比较一下 今天的民进党真的要好好反省检讨一下 绝对的权利是绝对的腐败 当你过去是争取民主为标榜 为目标 走向今天的专制 错了 错了 在台湾 其实真的不能分 你是外省 我是本省 你是国民党 我是民进党 你是蓝的我是绿的 你是老年人中年人 我是年轻人 是不应该分的 分了以后大家就分裂了 分了以后大家就在竞争了 恶性的竞争 就没有团结合作的机会了 今天看一看 全世界的强权国家 放弃了他自己 自己国家为最大利益优先的 这种要求吗 没有 但是 不是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我们今天不能再被那些国家控制 我们要自己团结起来 发展我们好的文化 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教育 甚至我们的民主 这是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 台湾这么多年没有战乱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台湾这么多年享受民主选举的果实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千万不要破坏了民主 尤其千万不要大吃小 强凌弱 这是走回头路 这是走野蛮的路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清楚全世界的 所有的局势 选择最适合让台湾人民安居乐业 的一条道路 不是蛮干 不是硬冲 不是去撞墙 应该找出一条最聪明的道路 让台湾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平平安安 这才是台湾政治人物该做的事情 同时政治人物也不要自夸 说经济发展多好 我们的医疗做得多好 不要自夸 不是政治人物政府的功劳 不是的 是人民的功劳 辛苦的医生 辛苦的护士 辛苦的科技界的人士 辛苦的文艺界的人士 辛苦的台商 辛苦的人民 辛苦的小店铺的老板 辛苦的员工跟伙计 是这些人创造出来台湾的经济 不是你政府的官员 我经常听到许多朋友跟我讲说 政府少管事我就已经很感恩了 是不是 是的 我从这一段时间 离开政治十年 我回头再看一看的时候 我们国家里面有太多的恶法 太多的法令 太严苛的税制 太紧绑的开发的政策 我们许多的政策跟法令都落伍了 都让人民绑住了 没有办法动态 这是现在政治人物该做的事情 松绑 政府不要抓那么大的权力 政府不要管那么多的事情 政府的官员不要因为选举当选 有选票而傲慢跟有偏见 政党也不要再恶斗 大家还看不清楚吗 台湾过去的所谓的奇迹跟好的表现 不是政治人物创造的 是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 政治人物没有资格骄傲 更不要学习欧美那些强的国家 强凌弱 去歧视比较弱后的国家 不对的 这都是错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好好去改变 好好去改善 我们不要怕政治人物 我们不要怕抓到权力的政治人物 他们的权力是我们人民给的 同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我前一阵子就在讲 人民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做的 都可以做 所以有最大的自由 政府除了法律规定的 可以做其他都不可以做 他有最有限最小的权力 这才叫做民主 所以我希望 现在在台湾 抓到权力的这些政府官员 跟政治人物 请你们好好的 缩小你的权力 有一些谦卑 有一些尊重 千万记得 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彼此之间还是大吃小 还是强凌弱 这个状况并没有改变 除非我们自己的团结 我们自己有真正的民主 我们真正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的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